减掉兵分多路出动了上百名的调查人员 分别前往了台北高铁公司高铁局以及桃园高铁站 查扣相关资料高铁在新建完成前 竟然会出现75亿的资金缺口感到不可思议 同时部分车站的土地价值飙涨怀疑内情并不单纯 这回主要针对五大原始股东所承包的标案进行调查 北监表示未来不排除可以正式传唤殷奇等人道案说明 希望可以让所有的疑问水落石出 欢迎回来新闻夜总会的金桑来座会 其实在新闻夜总会打28通电话给高雄市议员的服务处 我相信其实现在已经很少有媒体为了一件事情的查证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花一整天的时间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真我们这个媒体对于事实的一个要求的严谨态度 那因为我们要事实所以我们要去查证 那查证来报道事实请问到底有什么样子的错呢 今天我们来重新看一下昨天三位发言人联媚出场来修理炮轰新闻夜总会 他们在话里面其实都有藏着一些的玄机 他们为什么这么的气急败坏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台湾的一些政论节目不要以这种走火入魔的方式 好像以钓鱼的方式 这个会去影响到宋楚瑜先生特定候选 总统候选人将来的参选 或者说会影响到各个政党之间支持者的一些判断 产生一些混淆 如果真的也播出就伤害到各个议员的名誉 这样的嫌疑一定会告诉到底 那今天我们也紧急通知在大台南 甚至于全国所有公职服务处 接到类似的电话要如何回应 燕博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语言 非常有意思 就是讲话非常非常的小心 怕被这个新闻夜总会反咬一口 请问一下我们播出的话会伤害到议员的名誉 那所以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名誉的事情 不名誉的事情 否则你播出来更好 我这个告你这个告你新闻 告到底嘛 而且这个铁证如山 而且我还不用什么搜证 我只要把它录下来 我就可以告你告到底 所以里面的讲话里面是充满的玄机 刚才李姐讲到说 有哪一个这个节目 这个为了要去查证打了28通电话 后来回想一下 我想说我过去的时候 跑新闻的时候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坦白讲我还真的有干过 以前修宪的时候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那个时候是两百多个 国大代表的时候 我还真的一个一个打电话 去问说你对这个议题的这个是怎么样 我还真的在去问 这是一个态度嘛 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这个是基本的东西 另外一个 如果是其他的这个政论节目的话 我告诉李姐他们会怎么做 你在那边七个四个对不对 我跟你讲七个四个会加起来十一个 他们会算说是有十一个议员 在为这个宋楚瑜在做连署书 你们今天还算是不错了啦 就是说你把七个四个分开 而且你从头到尾都没讲那四个 对 帮忙帮忙这个下载握手去 我们的标准放很宽 现在从他们的说话里面 是不是可以比较确定就是 当宋楚瑜联署这件事情 在民进党来说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 所以我们公开了以后就 就维护 不违害他们的名誉 这是民进党的前提啊 所以不能去做啊 做了其实就应该公布出来 不是不名誉 不是不名誉 所以你做了被抓到才是不名誉 这又不违法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很不名誉 如果做了成功 如果做了成功 而因此政权拿回来 那就是功臣了 哦 呀 所以你看啊 还有这个台南市的这位议员发言人呢 他也讲说 我们赶快通令全国还有台南的 接到类似的电话 要怎么样来应对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就要能何必应对 对 这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就没有了 代表就是他们几乎大家都有 都有这个状况嘛 要不然何必要通令所有的人 我没有就是没有啊 你没有联署 我们就写在这里15个人啊 这个这个这个心情啊 其实我们都不了解 心情 宋朝的陆游了解 陆游怎么写呢 这个蔡英勇对他们来说就是名话 是宋朝还是宋朝的 人家 为爱梅花 为爱梅花 彼死狂 只愁风日 笋红方 绿章夜奏通明殿 起借春阴护海棠 哇 明花就是蔡英文 很担心她的选情不好 有没有 只恐风日 笋红方 绿章啊 就是很多这个民间党朋友 夜奏通明殿 赶快想办法设法 我想不一定有联署了 设法 起借春阴护海棠 这个就联署输了 保护蔡英文 好赞的这首诗哦 坦白讲 完全贴切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海棠这个花来这个 其中蔡英文 这点让我有点 有点鸡皮疙瘩 其实这个是啊 我今天曾经跟几个我们学校的老师讨论了 如果我们是新闻部经理 这条是不是新闻 我刚刚说 不要说民进党联署是 国民党联署也是 如果新党有很多议员联署也是 好 是新闻 那我有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出这个答案 我如果现在是记者打局 他会不会说 他不会说 他是新闻 我没有别的手段可以采访 所以我们还不用讨论那些政治影响 作为一个媒体 他是新闻 我报道事实 没有作假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至于你会不会觉得难堪 那是你当事人自己的问题 你敢做你就不要怕难堪 所以重点只是 媒体有没有造假新闻 这才重要 第二个 刚刚提到说 这个服务处提供连署书有七个人 就像江老师前面提到的 没有鱼 你怎么钓得到呢 如果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有没有送处于的连署书 我如果手上没有 我大概最多只能跟那四个一样说 我帮你下载好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里没有鱼 这是个沙漠 你现在打到我这里来 要送处于连署书 我第一句话 不用教 不用那位议员去教他 第一句就应该是说 不好意思我这没 那更何况还有一个提到说 前面提到不是说 说TVBS打去制造恐慌 对 我真的很想看一下 是哪一段 说我打来要送处于的连署 说那不过是一张纸 对不对 结果他们很恐慌 而且你们是假扮民众 如果你是讲记者 我可能还恐慌 你是假 你是说我是老百姓 我是民众 那何恐慌之有呢 所以这整个那个欲加之罪的状况 从那些话里就非常明白了 而且他们在新闻稿里面公布了我们的电话 我们就是用公司的电话打的 我没有任何隐藏 我如果要掩盖的话 我就用私人电话打了 我就是公司电话 你打回来 上面的号码显示就是TVBS 我哪有隐藏什么事情呢 好 那既然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兢兢业业 非常严谨的在做一个采访 那我们的采访的内容 还需要被质疑吗 我们的采访内容清清楚楚的呈现 给大家看一下 七位议员提供连署书 哪七位 给大家公布名单 他们提供挺送的连署书 第一位高雄市议会的副议长蔡昌达 第二位民进党的中常委严晓晶 第三位前市党部的主委陈振文 第四位也是前市党部的主委郑光峰 前高雄县党部的评委召集人叫张胜富 另外就是立委候选人叫林盈荣 还有就是市议员洪平朗 七位议员 今天我没有看到他们出来 任何人出来 来反驳 基本上从出发点来说 他们是为民进党好 他们不是要害民进党 这真的第一个 第二个 那你说他们做的事情有没有违法 中选会允许我们去帮宋楚瑜连署 所以也不违法 在道德上 在道义上 乃至于在整个法律上都不违法 唯一就是党中央的面子稍微挂不住 但如果真的连署成功能够帮助党中央拿回政权 也是好事 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 或许我们是不是太虚伪的 太伪善 在整个政治场合当中 我还倒喜欢前面那几位 就跟他讲 我们就是要送来做连股的动作 这样就民进党才有可能拿回政权拿回来 对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感觉跟这些人做朋友 因为很老实 你头前 他说要贵贵还要贵贵 这样就不贪 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违法 除非你现在党中央下令 如果这样要开除党籍 那这样就有点伤感情 如果没有的话坦白说就是 他们处于豪意要帮民进党的忙 只是说帮到现在 有点能帮到让党中央 特别是党中央的面子拉不下来 这样修得拍子 拍子给他修 那关系就好了 对 拍子给他修 那怪媒体干什么呢 对 而且这几位看看他们的党局 理解 刚刚江教授说 这个对民进党好 可是请注意 这对台湾不好 因为当民进党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其实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非常可能想要重演2000年 那个票不够却可以当选的状况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民进党有些人会说 要玩不要玩过头 你去问亲民党 亲民党的联署 真正支持亲民党的人 绝不会用玩这个字 怎么会玩呢 我们这次是要拼啊 怎么玩呢 那玩是什么意思 你去给人家联署一下 但不要说那大声 不要让人抓住了 所以他其实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过个水 去给他破坏一下 可是不要太明显 否则我们不好看 表示他们非常清楚 这个事公开出来 大家会觉得 这是破坏游戏公平性的一个做法 可是现在 你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公开了 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 这新闻也都报道过了 所以我们看这几位 我不想 孕鹏你会 这几位是有党值的 而且职务还非常之高 那我今天 要公布他们的姓名 我就负全责 我还会建议说 还是要提供 他们到底讲哪些 有没有钓鱼 贵节目有没有钓鱼 有没有移花接木 有没有塞张抹黑 这是民进党记者会里面 质疑的 那这个就提供这个名单之后 我希望党中央回去好好查一查 他们到底 到底在昨天 记者会前 有没有骗你们 好 那他们 然后如果没有骗 如果是骗的党中央 告诉他们 我们没做这些事情 我们都骗掉 好 那就看看说 那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 那是跟贵节目就继续 没完没了 那如果是他们欺骗的党中央 那就回去党籍问题 三声五令说不可以的 那对宋的三远总统 发展到这个地步 对民进党已经完全没有好处了 你想蓝营的朋友 那个以前停马的朋友 看到这些新闻 觉得你都是民进党的 剩下还会投给宋的 真的是蓝的票吗 不是了啦 到这个地步 我希望这些前辈们 你们服务出的热心的朋友们 告诉支持者说 不要再玩了 再玩下去 跑一票 对我们来说就是损两票 这一定要知道 好 我们待会再看 七个人议员 我们名单公布 如果不是他们 我负全责 你们可以告 立刻就告 而且我希望你们 今天又说不告了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立刻要告 这七位 他们的通话的内容 我会责 其中的两位 我也不说是哪两位的电话 我会全部公布 我们稍后回来 就啦 就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